你也是天族人吗 叔叔 为什么别的人都是白发 你是黑发呢 我不是 我是你爹娘的朋友 哇 叔叔 你长得真好看 是我爹爹跟娘亲之外的第一个好看的人 叔叔 你的腿不能走了吗 小燕 不可呼来 没事 叔叔的腿受伤了 所以无法走路 你若是好奇 放心摸吧 叔叔感觉不到任何感觉的 好呀 那我就不客气了 光芒自她的小手心溢出 静一点点的往她的膝盖骨之中渗出 从前双腿一直没有任何知觉的无双 却是这么多年来感觉到了腿部一阵刺痛 公子 你怎么了 小燕 怎么了 是方才小家伙手放在我腿上的时候 我腿上第一次有了一点感觉 娘亲 我可以看到叔叔腿上的一道奇怪的力量 方才我尝试着想要将她力量驱逐 但是我还不够强大 不能完全的将她都驱逐掉 只能让她退下一点点 但是这不太可能啊 黑暗圣殿的力量这么多年来 无论什么势力都没有办法将她击退 小公子怎么会 阿郎 闭嘴 小燕 你答应娘亲 从今日起不可再随便使用你的能力 为什么 娘亲 我觉得我可以继续努力努力 说不定就可以替这个叔叔 把腿上的那道奇怪的力量全都驱逐了 当然 若是无法驱逐 我还可以将她吸收 将她吞没 月小燕 娘亲 是不是还觉得我是怪物 所以不喜欢我用这个能力 你怎么可能是怪物 你跟小莫 都是娘亲最重要的宝贝 只是 娘亲担心你出事 你不知道 你的这个能力 会引起多少人的际遇 黑暗圣殿 早在数万年前 就在寻找一道力量 这世间 也只有那道力量 才能镇压住黑暗圣殿的气息 如今看来 那力量 就是在小叶的身上 你不过 你不过 我找到 我找到